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一半以上 也就是能够切到三分之二的深度是最理想的 然后就把它从中间破开来 然后再给它切成六块 喝的是八块 这是看腰子的大小来决定 那么这样子以后就给它泡在冷水里头 那么泡在冷水里头多换几次水 然后要炒之前就要给它烫 烫的时候就把这个水倒出来 然后锅里的水滚了就放下来一烫 烫好了以后 那么这个烫的时候锅里头有这个水 也可以放一点葱姜或者是放一点酒 那么这样子烫熟了 这个烫的时间很短 你不怕它没有熟 因为刀口切得很深 所以一烫就好了 好 这样子就捞起来了 水开了放下去 放下去几秒钟就可以捞起来 然后用冷水把它冲一下 这个也是去腥的一个方法 那么然后呢就给它这个全部可以拿来炒了 这里呢我已经有一些烫好了的 烫好了的 好 现在呢就开始来炒 那么今天这个炒的这个配料 我们用的这个因为是北方的这个溜的方法 所以呢用的这个配料呢 有木耳 有胡萝卜 有一点猫豆子 不是炒 是溜啊 那么然后呢把这个 因为溜呢是属于一种很快速的一种做法 所以要全部的这个配料都要先把它准备在碗里头 才来得及 这里是醋 这里是糖 因为今天我们是醋溜的 所以的那个醋和糖的这个量呢就比较多 这里是水 不能太酸 所以要放水 这里是太白粉 麻油 好了 这样的东西呢先调好 那么另外呢要切一点大蒜片 大蒜片 差不多要三汤匙的这个大蒜片 好 好 现在呢锅子里头呢放油 好 等到这个油热了 就把大蒜片下来先爆一下 然后把这个胡萝卜木耳全部都下锅 还有呢就是这个猫豆子 因为猫豆已经是烫熟了的 好 这个时候呢这个材料呢就可以下来了 就是调好的 最后才把这个要溜的这个 摇花下锅 大火的来给它拌炒 好 就这样子火关掉 就这么快 就这么快 出溜的东西呢颜色不是很深 姜油只有一点点 所以看起来是很淡的一个颜色 以这个滑嫩作为一个标准 好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